嗨 baby们,我是你们可攻可爱可罗利的王婆 最新一期吐槽大会冲上了热搜 没有想到第五季开播至今最成功的一期 竟然是来自于体育专场 最注目的选手当属范志毅 九分钟的脱口秀表演 范志毅以模型的上海烤烟 斜线的表演节奏 以及防不胜防的笑料征服了所有人 当他重现四年前的那句著名对白 脸都不要了时 全场爆笑 也数到当时吐槽大会5G之中的惊天一幕 范志毅的吐槽火力太大 影响力也太大 事情很快发酵 新时篮球运动员王世鹏听不下去了 不服范志毅的评价 怼了范志毅 引起网友激烈讨论 后来新华设计就此事发表了相关文章 因为影响颇大 第八期吐槽大会推迟播出 大概是要把不合适的内容全都剪掉 别人想不到的是 范志毅这个已经过期八百年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足球明星 居然又在此时火了一把 以前只知道他球踢得好 脾气爆 爱打裁判 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还有讲脱口秀的天赋呀 如今成为了吐槽大会上的一朵奇葩 今天婆儿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位足球弹明星范志毅 聊聊他在职业生涯中的高光和低谷 爱怼人的虎豹脾气 为啥一直改不了呢 以及他大狗血的情侣故事 范志毅江湖人称范大将军 出生在运动员世家 爸爸范九龄本身就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妈妈黄伟是上海田径队的队员 范志毅成名于九十年代初起 1994年25岁的范志毅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广岛亚运会 国足夺得银牌 创造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 1996年当选国家队队员 2002年国足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杯决赛 虽然像范志毅所说 一个球都没进 但已经是中国足球的巅峰时刻 取国沸腾啊 这就是范志毅作为职业球员最辉煌的几年 后来他就很快退出了一线球场 转而做起了教练 这与他火爆各项也不无关系 怼天怼地的犯大将决 似乎给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 在英国踢球的那段时间 他推散过裁判还得了红牌 从1998年打到了2018年 隔三差五就有范志毅打人的负面消息传来 做球员石打当了教练海打 其实范志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打人 每次他都会说那是因为裁判论追 要维持好的足球环境 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 咱们在这儿不做评判 范志毅除了脾气爆嘴也止 啥都敢说呀 曾经有一阵 他说自己可以做国家队教练 那意思就是啊 别人都不行 当然最出名的就是 他痛斥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的名场面 这段视频在B站 有400多望的播放量 弹幕满满 因为吐得实在是太直白太洁气 成为足球季的著名狗 很多资深球迷几乎都能全篇背诵 其实范志毅的脾气不好 也间激的影响了他本人的命运 踢完世界杯 他就从国家队退役 转转签约了上海猪猫俱乐部 后来因参加某个商业胡同 违反了俱乐部的规定 又被罚停赛停薪 虽然范志毅敢说容易得罪人 但也因为耿直的性格 很容易交了好朋友 跟香港明星足球队的 谭永林 黄日华等人 一直关系不错 后来范志毅就专注做起了 清训赛的教练 天天教育帮小孩子们踢球 可范教练依人脾气火爆 上来就骂 孩子们都被训得服服帖帖 2020年 范志毅当选上海市足协的副主席 虽然范大将军的足球生涯 有过高光 也有过低谷 可谁也没想到 卸甲归田的她又在脱口秀领域烧了一把火 很多观众甚至跑到她的微博下面求她多上综艺 将军呀 常来 让我们多笑笑 别埋没了天赋 其实 说她有天赋也是真的 因为她老范家 上到70岁老母下到20岁女儿 各个领压力齿 对天对地 这就是家族遗传基因呢 接下来 婆儿就聊聊她的女人缘 讲讲她的情感经历 范志毅有两个女儿 分别是和前妻李倩所生的范思京 以及和仙人老婆张梦锦所生的小女儿 看看这一家合影 范将军身边可都是大小美女呀 而且你能分清哪个是老婆 哪个是女儿吗 这要从范志毅超旺盛的女人缘开始讲起了 在那个年代 范志毅钱挣得多 女球迷也多 她在人生状态最顶身的那些年里啊 当然桃花不顿 后来她遇到了美丽的空姐李倩 足球运动员找空姐 如今是已经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足球明星 属于财富阶段 年轻收入高 身体好 自然很容易成为空姐的爱慕对象 但要说带头大哥 那就是范志毅了 李倩嫁给范志毅后啊 正好范要去英国踢球了 一见辞职 所以她去英国做全职太太 在这个期间 他们设下了女儿范思京 别看范志毅在外面刚烈无比 在家里可是很丑女儿 对女儿百依百顺 所以女儿范思京的个性和老爸一个样 个性强势 张嘴就对人 这个先放在后面吧 范志毅和李倩 于1995年结婚 2006年离婚 十年婚姻结束得很难看 还闹上了法庭 这对于范志毅来说 无疑是个负面丑闻 婚姻负面也影响了她的视野 另一方面 李倩的恨意如此大 绑间传闻是因为范志毅出轨的 相关女明星李龙怡 后来和李倩的离婚传落定 李倩嫁到国外儿女儿范思京的抚养权 给了爸爸 总之 范志毅的第一段十年婚姻结束了 十年之后的2016年 她再娶娇妻 对方是与小她18岁 是上海80舞团的舞蹈演员张梦景 然后 两个人又生了一个女儿 张梦景和前几人妻子一样 结了婚就辞职 转心做太太 而作为范志毅最宠儿的女儿 范思京的人生很顺利 在同学大学学编导 当后面干的事儿也挺杂 做过记者 也搞过设计 最近的生活 明显富贵了很多呀 婚的男友 成了标准的名媛范 望红脸 住奢华酒店 吃豪华餐厅 去各地旅游 范志毅虽然有着暴躁的一面 但她对家人 还是蛮体贴照顾的 有着上海男人特有的神识感 对女儿宠爱 家人也过着好的生活 也许这就是范子将军 铁汉柔情的另一面吧 如今 知天命的范志毅 成为了吐槽大会上的一顿奇葩 状态松弛 仿佛喝了二斤酒 才上台 管该得不得罪人呢 先吐槽个痛痛快快 叔叔谈谈 但无疑范志毅是一个幸运的球员 她正好赶上过中国足球的好时候 她在爬坡的时代 一切都这么美好 球迷们也心怀高兴和希望 而她退出的时候 足球也从此进入了下辰期 不管怎样 51岁的范志毅 算是有过一个男人最圆满的人生 年轻时得到了最大的荣誉和成就感体验 私人生活也有过波折 但她还是牢牢的抓住了手的幸福 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愿意付出努力 如今依然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 家庭事业都不错 当然 职业与她本人很江湖 很四海的个性有关 上海男人 心里有谱 仗义康慨 幽默风趣 这些所有的元素加起来 让她可以在过了七N年之后 在最火的综艺里 得个满堂彩 再猴一把 这正是说明了一句话 有实力的人 到哪儿都会有闪光的机会 人生的路很长 犯着一生那种上坡努力 下坡也很开心的人 还似乎很能接受自己的各种状态 这可能就是见识过大吃面 也受过大挫折的人 最终能呈现的一种 很松弛的状态 明白一切都过去 但一切都过好 也要好好生活 活在当下 善待自己 尽最大可能把日子过好 透着上海男人的笃定和知足 这真是一种福气呀 希望范之逸 没事常上综艺节目 露露脸 继续讲讲脱口秀啊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还没关注婆的小伙伴 赶紧点个订阅吧